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占用電錶去量 我們台電的電壓是否很穩定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最近的新聞一直發出 我們台灣南部地區一直 發現有跳電電壓不穩的問題 我們可以利用占用電錶指證式的方式去測量 我們電壓是不是能穩定的供電 確保我們的電器在使用上能安全無疑 電壓不穩會影響到我們電器的壽命 進而影響我們的荷包 我們電器壞了就是要多花錢去換新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三用電錶的指證的波動 去判斷這個最近的電壓是不是很穩定 那我們馬上就來示範一下 那我前面這一個 這一個是我們的延長線 我們接的是台電的110V的電壓 那我們已經接了三個負載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它的電壓是不是很穩定 那我們的三用電錶的話記得我們的 要測交流檔的話記得要切到紅色區塊的部分 紅色區塊就是右上角這個部分 那你不知道電壓的話你就可以從1000V開始量 1000V去量我們可以去量到它電壓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兩隻碳棒插到這兩 插座這兩個孔 插上去之後你就會看到它電壓去跑 電壓在跑 那電壓跑你們可以把我把鏡頭拉近 你看中間紅色這個就是ACV ACV的話你就去看這個刻度 ACV它現在250V的話它一格 我們是用1000V的話就是1000V 那我們用黑色這個10V的話就加兩個0 這個2的話就200V 那中間那100V 100V左右 那我們這個是用1000V的檔位去量 所以大概100V出頭 那你如果要精準的話 你再切到250V的檔位 切到之後它會跳到250V的檔位 那你可以看紅色的刻度 紅色刻度這個最大是250V 那我們這個是100 那100跟150V之間就是125 125跟100之間 就是110幾伏特 那你們要看台電的電壓有沒有穩定 你就看這支指針有沒有在左右晃動 我可以把它拉近一點 它如果有波動很大的話 那個格子會漂流不定 它有一點波動 一點點 這樣子代表說它電壓是穩定的 如果它的波動的格子 這個紅色的格子 波動的格子超過一格 這樣子左右晃這樣子很大的話 表示說台電的電壓是不穩定 那這樣的話你的電器的壽命就會減少 這個是 攸關你們的荷包的 所以說 可以利用指針 指針的波動去觀察台電的電壓有沒有穩定 那 至於頻率的話 你們 要測頻率的話 就可以利用試波器去測量 那因為台電它有 它有限制頻率在低於59 Hz之下 它會自己做一個跳電 所以說你們也不用擔心 說頻率太低的問題 因為他們台電那邊 就已經有 在控制範圍內 頻率太低它就自己做 自動就會做跳電 所以我們用戶端就不用特別去量它的頻率 所以我們只要注意 它的電壓有沒有變化特別大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